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北京电视台和北京局司法局合办的第三调解室 我是第三调解室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张晓彤 下面进入我们今天的调解现场 我说你作为一个母亲你就做什么都对 不管母亲有什么过错 我们目前来看这个房产的利益和他一生的过错都没有关系 我不跟他谈房产 房产我一分都不要都没关系 他作为一个母亲不合格 我有罪我做母亲我有罪 不该生你们养你们 我父亲活的时候指着我父亲 我父亲死的时候指着这几个孩子 他从我懂事起就没挣过一分钱 就以玩牌为主 该付出的他一点没付出 他只只要求回报 是这样的 如果您说母亲我们都是做子女的 我们也都有母亲 就说将心比心 如果妈妈和您不合了不疼您了 那我就想您真诚地反省一下 反思一下 什么地方和母亲拉开了距离 这我还这么不知道 我估计肯定有人挑活 你觉得不是自己的错 我没有什么错 没有我难道他就不能生活了吗 我也给了钱了 我也不会不给 他干你的生活 没他就不能生活了吗 哎呦 那公正把房给他 公正做完了 牛老师就把老太子轰过来 做完了把房要的手了 完了就把我轰走了 我要生活好了 住楼房他也跟着我住楼 我干嘛跟你 你骂我还跟你 他不跟着我 那不赖我 不受这气是吧 血压膏上来了 也心脏病也上来了 那他现在的生活来源是怎么办的 就主要全是我 我在外边租的房 你凭什么租房 你家里有房 母亲没人管了 我说那我给接走呗 老妈妈听不清 耳背 哎 血压膏 什么都听得见 特能装啥 我们家里一家子谁都玩不过 小儿子无力辩驳 最有言辞激烈 指责母亲未尽责任 他什么资格都不够 要不如我大儿子 我活不了现在 说你什么资格都没有 他当着我特意这么说 母亲年岁已高 身体欠家 居无定所 回家 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前不久 曾先生给我们打来热心电话 他说 母亲无家可归 房子被别人霸占着 急需得到我们的帮助 是跟我儿子要生活费啊 他把那房间给我霸占了 不让我们住 他给都住去了 我什么都不管的 不管他 因为你在我那两年多怎么生活的 你不能喝大风活的吧 您去小儿子家住 您的房子呢 我的房子他得租出去了 那房间他也不给我 大哥 我问您 您觉得你家这房子有你的份吗 有我的份 有我四分之一 但是你从来没跟你弟弟聊过这个话题 没说过 他跟我媳妇翻脸了 说到以后你们谁也别来 别给我打电话 谁也别 别找我 那您的打算是什么呀 房子有我四分之一 我就要四分之一 你还要四分之一 你养着我 我就得给你 那是你的后话 我不管 后话 他对我有意见 等于我就什么都是错的 没有一点是正确的 谁不养着我 我给他房子 我怎么那么傻呀 我太傻了吧 我儿子在养着我 我把房子给别人 所以我就说呀 如果安梅这两间房子 你那家人都不活了吗 不是这样的呀 就把这房钱要过来 把这房钱要回来 把房子也要回来 因为这个房产证 是我父亲的 我母亲 她只能支配 她自己的那个房产 她不可能支配 我父亲的 对吧 这房子的租金 租金一直我给的呀 没有 就你说 她租住六百 我现在一回都没给我 那多一点钱 我生活是不是能 多改善一下 那妈妈的生活怎么办呀 妈妈的生活那么多人 你没有权利跟老妈妈 因为你又要无条件要扇养 我大哥是不是应该养 是不是也是她儿子呀 她养应该的吧 为什么一到她养 她就跟我要生活费 在我养的时候 任何人没给我 一分钱生活费 面对母亲的指责 增加小儿子十分意外 她认为自己和母亲 并没有矛盾 生活还算和睦 但在母亲眼中 小儿子非常狠心 对自己不闻不问 而自己的生活 都是大儿子在照顾着 增加母亲 痛诉自己生病时 小儿子的不管不顾 却增加大儿子也认为 小弟为了房子不念亲情 然而小儿子却说 大哥才是淡泊亲情 之前从来不看望母亲 我儿子还得调病呢 医院还得回去摆呢 那点钱哪够啊 就这生活困难呢 没钱呢 没有收入 生活困难 这是增加母亲的生活现状 她认为 自己落到如今的地步 都是因为小儿子 独占自己的房租和钱物 对此增加小儿子 满腹委屈 我不知道是 是我哪点做错了 是他们对我哪有意见 要么你们就直接提 无所谓 面对母亲和大哥的 种种责备 增加小儿子满是不紧 她认为自己平时 对母亲孝顺和大哥 也并无争执 如今家中 却没有一人理解自己 究竟是母亲偏爱 其他子女 苛责小儿子 还是小儿子 确实未尽孝道呢 第三条解释 正在为您讲述 现在做的我们第一现场的是 增加的老妈妈和家里面的大儿子 两位好 听不清楚是吗 老妈妈听不清 耳背 是不是耳背啊 对 我现在说话您听不见 听不听也听不见了 不知说什么 这么有回事 她什么都听不见 刚才来的时候 她上厕所了 我扶着她出来的 我说您腿怎么了 血压高 什么都听不见 我问问您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呀 多大岁数了 78了 78岁了 跟儿子要我的房 要房钱 还有房产证 还有户口本 还有我那一万块钱 就是小儿子 把房子 把房子给我 他给租出去了 租出房钱他要 我现在没有生活来源 这瞎话 怎么那么沾口就来呀 那您现在怎么生活呢 跟我大儿子 住大儿子家吗 就我有病 我大儿子给我接走了 住院看着我 我有病都没人管 一来到调解现场 曾家母亲 便开始控诉起小儿子 她说自己如今 没有生活来源 小儿子不仅独占 自己的钱物 还在自己生病的时候 不闻不问 您原来跟小儿子过吗 一开始跟我闺女 我闺女完了 那时候在那住好好的 就这小子 打电话 给我叫他们家去了 他怕我把房给闺女 这么着多个心眼 给我叫他们家去了 叫他们家一开始 去还挺好 越来越不行 越来越不行 一点点就不行 您虐待我了 您去小儿子家住 您的房子呢 我的房子他给租出去了 那房间他也不给我 你不同意我能租吗 几间房 两间啊 谁名下的 我父亲 租住房间他要 一开始租出去了 一开始 归老人 一四年后半年 就他给租出去了 租完的钱他自己拿 我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说不接我电话 我都找不着他们住哪 原来的这个传统的养老模式 现在逐渐的被突破了 原来呢 比如老太太 跟着 守着小儿子 或者是老太太 守着大孙子 这个好像是一种 比较固定的模式 但是呢现在比如走动式的 比如候鸟式的 比如进养老院 各种各样的养老模式都有 我觉得形式没关系 都可以 最重要的是 首先老人心情要愉快 再有一个 是方便就进养护 方便就进就医 这些是首选的这个条件 说起曾经在小儿子家居住的两年 曾家母亲表示 小儿子对自己不好 并且还将自己的房子出租出去 但是房租却被小儿子收走了 而且除了房租钱 还有一笔钱 也被小儿子霸占了 蔡先生他那个户口本 房产证都不给我 他拿我一万块钱不给我 14年老人家跟他住吗 对 那后来老人家不跟他住了 那个钱也没拿回来 不给 不给 那一万块钱又是怎么回事啊 一万块钱是我上他家住去了 我闺女怕我没钱花 给我一万块钱 零块钱 完了我闺女给他媳妇手里了 曾家母亲告诉条件嘉宾 在他到小儿子家居住之前 女儿给了他一万块钱 用以平时发销 而这笔钱被小儿子拿走之后 就再也没有还给他 这让他十分气愤 另外 在和小儿子长时间的相处中 母子之间也产生了诸多的矛盾 我 他一有病啊 就让我给我闺女打电话 让我闺女接我上医院 他也不管瞧 他也不管拿钱 押金钱 接出院钱 都是我闺女 你闺女为什么把你轰出来 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那后来怎么选择去大儿子家了 接出院 我还能上他们家 他骂我 那我家里的病历都哪 都不是你的病历 那怎么没娶女儿 我大儿子黑白看着我半了月 完了 我闺女又接我出院 接着我闺女家去了 我一点点恢复 我大儿子看着我 那谁管呢 他也人面都不知道 给打电话都不去我住院 一分钱都不发 为什么不去 你不琢磨琢磨 有什么原因啊 我大哥在旁边 他不是说他儿子好吗 你为什么当时不叫你大儿子去 我那么远为什么偏得叫我呀 增加母亲回忆说 在小儿子家住了两年多 小儿子对自己越来越不好 甚至还辱骂自己 后来自己因为身体不好 被女儿接走住院 出院之后就没有再回小儿子家 儿子开始和大儿子居住 小儿子的所作所为 让身为母亲的他很是心寒 好像我听说 小儿子曾经要求您 写过一个什么东西是不是 我都要死要活了 他找俩假律师 他让我签子 他说 体上说 你龙你也别说龙 你看不见你也别说看不见 跟那律师给我招相 我病得要死要活 赶紧找俩假律师 他到医院检查去了 他公证一天肯定办不完 是吧 你一天糊涂两天糊涂 你不可能天天糊涂吧 没有证据 这样让我签字的 那你签的什么东西知道吗 我不知道什么都会让我签字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知道你就签啊 不知道你就签啊 你全是问的多好 什么时候的事 哪件事我可不知道 前年 15年 那我可记不住 15年的 我可不知道 2015年的六七月份 就是见证了一个赠予协议 然后呢 这个房子呢 已经过户 过户给小儿子了吗 没有 没过户 就是当年虽然不管同意也好 骗也好 什么也好 写了一个在律师见证之下的赠予协议 把谁名下的房子给小弟啊 我父亲的 还是 就是父亲就过世了 对 父亲名下的房子 就是给 给小弟了 是吗 但是没有把你过户手续 我能过户吗 你把我想的也太坏了 那个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呀 09年 就是去世以后 一直对这个房子没有做过什么继承处理是吧 没有 我父亲 就一直维持着登地在父亲名下这种状态 对 因为这个房产证是我父亲的 我母亲就是做这公证 他只能支配他自己的那个房产 他不可能支配我父亲的 对吧 对 说下话都不会说 曾家老父亲早已去世 父亲名下有一处房子 曾家母亲说 小儿子让他签署了一份赠予协议 将父亲名下的这处房子赠予给小儿子 在他的眼中 小儿子让自己签这份协议 完全是欺骗自己不识字 这并非是自己自愿的行为 并且直到现在 房产证户口本等重要证件 也都在小儿子的手中 现在老太太的房产证户口本和租金都在地里那是吗 对 跟她过日子平时相关的重要证件 425块钱的一个 叫什么 一老一小那股住 还在我妹妹手里 我什么都不管的 不管你在我那两年多怎么生活的 你不能喝大风活着吧 那她现在的生活来源是怎么办呢 这主要全是我 我在外边租的房 我公司呢 3200多块钱 2200的租金 做了一个两去十 你平时能租房 你家里有房 母亲已经年迈 没有其他收入 她如今的生活 都是靠着大儿子的工资和租金维持 对于小儿子 强占租金和房产证的行为 母亲十分不满 针对这一点 曾家小儿子也有着自己的解释 好 现在做咱们第三条解释 第一现场的是曾家的小儿子 曾先生您好 这个房子 可是我一直养好 他们说我不养了 那不可能的 他说那个房子的房产证啊 户口本啊 都在我这 都在您那 对对对 还有什么要在您那的 没有吧 这房子的租金 租金一直我给他呀 没有 就你说他租住600 我家一回都没给我 你通过什么方式给他呀 每次都是直接给他 那时候在我这住 现金还是 现金 转账 那现在他不在这住了 钱给他给他吗 没给 你在他那住 他房子给你了吗 这钱 没有啊 一分没给过 我还得给他好几百那一元 曾家小儿子解释说 家里的户口本和房产证 确实由自己收着 但是租金之前 一直都是由母亲收取的 只是在母亲离开自己家之后 才没有给他 还没给 那就是现在有相当一段时间 几个月 我确认一下时间 2016年1月份老太太就离开了 对对对 那对啊 你现在就一年多了 到现在 不止半年啊 我一怕我收窃 一个月给我好几百 都给他换了 因为我给他打电话 他们谁都不告诉我老太太 兄弟 理由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先讲事实 因为人老太太其中一个抱怨 一个诉求 就是说这个房子是他的租金 不管多少钱 你要给人家 追问一句 他离开你那以后 给没给过 什么方式给的 我没法给 两年了 那所以说 现在实际上是 十四个月了 没给 理由 就你刚才说 那咱另当别的 咱先讲事实 每个月多少钱啊 对啊 主要就是 确定不好 这个钱数 三月一千五千 他干什么二百 自从母亲 不在小儿子家居住之后 小儿子便没有 再将租金给母亲 对此 小儿子解释说 是因为母亲和大哥 不透露他们的居住地址 自己找不到他们 那么 曾家母亲 在小儿子家居住了两年多的时间之后 为什么会搬走呢 大哥 您觉得为什么两年的时间 弟弟要 哄妈妈出来 他们俩是因为一次 生活上的小事 骂了太太 儿子过来就骂我 骂您了 我跟你们说话 没在乎一句当字吧 这个带当字是口头语的 不受这气 是吧 鸭膏上来了 也心脏病也上来了 妹妹找着您 母亲没人管了 我说那我给接走呗 你也该养了 什么叫你接走啊 该轮也应该轮到你了 我接走 给我租了两间房 租了两斤 然后从外边 大清里边给他租了两间 一个两斤 花两千多 他才退休费才三千 对 您退休费三千多 花两千多租房子 这说不 就是没法生活 才管他要生活费 凭什么管我要生活费 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处于这种租房子的状态 我租了已经两年了 两年了 两年这个费用 都是您自己出的 都是我自己出 我租两年了四个月 我也没管你 要我一分钱呀 年过七十的老人 诉说小儿子不孝 字字句句 结识不骂 儿子过来就骂我 那阿姨是不是在您眼里头 那个儿子是不孝啊 那可我 他不孝他还骂人 我跟你们说话 没在乎一句当字 不是给你丢人了 给你见眼了 你跟我说出来 我说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就做什么都对 不管母亲有什么过错 我们目前来看 这个房产的利益 和他一生的过错 都没有关系 我不跟他谈房产 房产我一分都不要 都没关系 曾家大儿子认为 母亲之所以不愿 再回小弟家居住 是因为小弟对母亲不好 并且还辱骂母亲 这对母亲的身心 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所以自己才会租房 将母亲接到自己身边照顾 那么在这个家中 兄弟感情又是怎样的呢 老母亲现在就有三个子女 那您作为大哥 您有没有说跟弟弟谈一下啊 经历我 你也没跟他谈 你怎么不跟我沟通啊 为什么呢 可以谈一下呀 谈他也不给 他不给 房钱都不给 别的客人都不给了 你作为老大 你就这么做 长兄为父 你不懂 所以说就是在您们的描述当中 您的弟弟是一个非常强势 不与人沟通 然后很跋扈的一个人 对 所以说可以认为 你们的兄弟感情也不好 我跟我弟弟关系还行 但是联系特别少 从小我从他那脖子上长大的 知道吗 他拖着我长大的 所以我老得记着他得好 你知道吗 我们家又没有他 我都活不到现在 因为我们家他比我大10岁 我现在活的现在 我真的感谢他 那现在是老母亲 跟着您一块租房子住吗 对 所以说经济压力还是很大 我们俩基本上一个月 生活费就七八百块钱 你说不就得了吗 你还跟老太太在那装傻充了 就已经把生活标准 我买药是一月四号四五百块钱 药钱都我闺女给拿 完了不拿我就过不去 生命悬崖化 那你怎么在我这待两年多呀 就是闺女给点接济 然后您这边已经把 闺女老田不点 已经把您两位的生活水准降到最低了 那没办法 生活那儿闺女给点 他一分不给 跟我过的时候谁给过我钱呀 你们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男员那房子是什么情况 他给租出去了 钱他要 他不给我 他给租出去了 房钱要回来给我 我得生活呀 曾家大儿子说 小弟的性格非常强势 自己和小弟平时联系的并不多 自从自己将母亲接走之后 母子俩的生活过得十分拮据 而小弟却从来没有在金钱上支持过他们 这让母亲也很是生气 做完那个赠语了 就翻脸了 跟老太太的 哪是这样啊 那阿姨是不是在您眼里头 那个儿子是不孝啊 那个我 他不孝他还骂人 我在他那住都是我婚姻给我钱 我给他花 生活费都是我拿钱 什么鸡鸭鱼肉的都是我买在他那住 他什么都不买 瞎话都是瞎话 他对您有过孝顺的时候吧 我一开始去了还行 接我上他们家 我买这吃那吃 一点点就不成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你要求太高了 我满足不了你 儿子过来就骂我 骂您了 我跟你们说话没在乎 你一句脏证 您去小儿子家住 您的房子呢 我们房子他得都出去了 那房钱他也不给我 我妈管他要付货本 要房产证 说让你哥哥上三年办 他不敢插合 他没做 你爹好屁 他就想把这房子全赚回去 都快接要了 我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全部不接我电话 就 就写完了这个 律师赠语那个 10月份写的 到转过年来 1月份 1月份就跟我骂走了 所以说写那个 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大哥 你刚才说 您跟弟弟关系还行 那怎么老家子在他手里 房租也在他手里 您没跟弟弟去说说呀 我跟他说 也不是我的房子 他手上你 没资格 我能说你没资格 你在家当老大的 您跟他说过吗 到我那儿他表示过 表示过 因为他户口在那儿 我妈管他要户口本 要防染证 说让你哥哥上三年办 他不为 他说他没资格 你别好屁你就是 大哥 我问您 您觉得 你家这房子有你的份吗 有我的份 有我四分之一 但是你从来没跟你弟弟 聊过这个话题 没说过 我到他们家去 他跟我媳妇吵架 我当时还给他1000块钱 他以为我媳妇不知道的 他跟我媳妇翻脸了 说到以后你们谁也别来 别给我打电话 谁也别 别找我 这边就您听话了 哎呦 没好几天 完了 我闺女 月月给我好几百块钱 儿子也给我钱 全都便宜他们家 没好几天 他就哄我呢 哄我那房子 曾家母亲表示 小儿子一直就不孝顺 在自己稀里糊涂地 签署了赠予协议之后 更是如此 因为家里的这处房子 母子之间有着诸多矛盾 而对于这套房子 母亲和大儿子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谁养着我了 谁养着我老 我等百年以后 我就给谁了就 我怎么这么傻呀 我太傻了吧 我儿子在养着我 把房子给别人 那你们打算是什么呀 房子有我四分之一 我就要四分之一 你还要四分之一 你养着我 我就得给你 那是你的后话 我不管 后话才是 百年以后就给他 父亲去世了 那么父亲名下有一套房子 从交代的背景来看 应该属于父亲跟母亲的 父亲共同财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在发生继承 实施处理继承问题的时候 这个账呢 也很好算 我们已经说过 夫妻共同财产其中有一半 百分之五十是生存一方的 那也就是我们建在的妈妈的 另外百分之五 是应该作为遗产 咱们这个家庭有三个子女 加上这个妻子 那么应该呢 父亲的部分分成四分 就大家各继承一份 妈妈可以占到 这个财产总体的份额是八分之五 其他的子女呢 能占到其中的百分之 12.5 也就是八分之一 她的赠予跟你不算数 她以为做完赠予就是她的了 她以为就贵她了 你知道吗 这房子的房本 是我父亲的房子 父母的房子 跟她没关系 曾家大儿子认为 房子里也有自己的份额 对此 律师从专业角度 给她做出了解读 大儿子在这处房子里 占有八分之一的份额 而母亲的想法是 她希望百年之后 房子都能归大儿子所有 现在两位做我们第三条件事 诉求是什么 我要求让她把房给我 房钱给我 房产证 户口本 那一万块钱 户口本有我的名字 我给你户口本 我还用着 一万块钱 都给您 都给 我现在没法生活了 我儿子又敲饼 还得没钱 水钱 电钱 还得房钱 三天多少钱 每月我们俩才几百块钱 生活费 够吗 老是闺女给钱吧 我没法活了 现在都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以后你还是住到老宅子里面去 是吧 老房子里面去拆迁了 再说 老宅子没法住 我接手 我走不了 得得上厕所 远着呢 冬天冻的我也受不了 我们家老伴就在那老房子 冻死肺炎 给冻死肺炎 没有了 那等于还得租房子是吗 就得 现在跟着我都过了 跟着我大儿子 就把这房钱要回来 把这房钱要回来 把房子也要回来 房子也要回来 他是老太太来之前 他有地儿住 是老太太一到他那儿住以后 他特意租的房 那你为什么 这不就拿老太太说事了吗 就等于说 把这个房子整体要回来 然后自己处置就完了 太太要求 户屋本 房产证都给我 你给不给我也得养老太太 我借钱我得养 今天来到调解现场 增加母亲 希望小儿子 能将房产证 户口本还给自己 并且将家里 正在出租的房子回收 房租也要收回 对此 增加小儿子 又是什么态度呢 如果说他要同意 我养了他两倍了 都不收 咱们不是说 那不孝的 房产证确实在您那儿呢 是吗 对对对 为什么呀 因为那时候 不是那个拆迁吗 人家拆迁办 要拿着房产证 要看你们家的评论数 因为我那个户口 有我和我妈 就是拆迁的 我们家那个老房子 你们这回拆迁 是按照户口拆迁的 是吗 我不知道 人家没户口 人家不跟你谈 人家拆迁办 就这么说的 老说那户口 跟谁一份有什么用 你家的户主是妈妈吗 不是 是我爸 爸爸去世了以后 没有 你家没换户主是吗 没换 是我的户主 那他们怎么找你们呢 每次都跟我联系 所以那您跟那个 拆迁办联系的 整个的过程 您会很详细地 回来跟妈妈说吗 说说 你家现在的 这个房子的现状里面 你和大哥的权利 是均等的 您知道吗 是均等 那我就想问您了 刚才你大哥说了 他要谈论房子的事情 你就说没他的份 能吗 您说我能不懂这点事吗 但我没资格 户口本也在您那 对 因为我必须得用 干什么用 办地保 还有那个办地4050 您的意思是说 您时常需要用 由您来保管 我倒觉得没什么 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你妈妈需要用 他拿得出来吗 我随时可以给 房本没用 是吧 把房本拿回来 先生我问一下 妈妈住到您那的时候 妹妹给过 一万块钱的零花钱 然后你们以保管的名义 接手了 行走的时候 我已经给他了 给他了是 他不承认这个 谁谁都没办法 给谁手里了 这可别污蔑人啊 我可没看见 曾家小儿子解释说 因为自己时常需要用到户口本等证件 所以才一直没有将其归还给母亲 但是如果母亲需要 自己随时都可以给他 至于母亲之前提到的一万块钱 曾家小儿子则说 在母亲走的时候 他就已经把钱还给了母亲 但是母亲不承认 他也很无奈 我们就按份额来算呀 你占八分之一啊 一个月三百 你拿二十四一个月 那我要不租这个 他不由你说了算的 那我就想 您真诚地反省一下 反思一下 什么地方和母亲 拉开了距离 我还跟母老 估计肯定有人想过 她从我懂事学 就没挣过一分钱 没上过一天吧 就以玩台为主 天天吃喝玩乐 还有这个房子呀 妈妈说是两间 一间租三百 两间是六百吗 那就是一间一百五 对对对 有协议吗 有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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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年的合同 它是年处是吗 不是 每月一处 那现在如果这样算起来 按成绿刚才跟您说 十四个月的话 应该有四千二百块 那我不能全给 那里边有我的份 那还别人孩子都有呢 那军也有 你的也有啊 房租有您的份额 对啊 那房本身就有我的份额 这个房现在就有您的份额 那我怎么生活呀 您生活还要啃那老房子生活呀 因为现在我吃低饱 吃低饱就啃那老房子生活吗 那多一点钱 我生活是不是能多改善一下 那妈妈那个生活怎么办呀 妈妈的生活那么多人 没有我 难道她就不能生活了吗 我也给她钱呀 我也不是不给 她看你的生活 没她就不能生活了吗 对 我一月花好一百 待你那住 每个月给妈妈多少钱 这个房费我就给 您说这个里边有您的份额 妈妈应该跟你分这个租金 那您应该拿多少啊 这我没算过 我来给您算呀 我给您算呀 我们就按份额来算呀 你占八分之一啊 一个月三百 你拿二十四啊 一个月 那我要不租这房子 他不由你说了算的 不是 这个房如果说我要不租 要没这房 我要回去住去 怎么办呀 他想回去住去 不让他住 那个让您 您就写过一个公证是吧 对 那时候老太子就是 百依百顺的 就是自愿的就说 这房我给你 等那个什么 我妹妹也说 这房我也不要 也给你 光拿嘴说 完了之后有一天 我都把我哥也叫齐了 就说这事 我说咱们做一公证 都叫在一块 我说咱们做一公证 曾家小儿子认为 房子里有自己的份额 所以房租自然也有自己的一份 而自己生活贫困 急需用房租来改善生活 所以房租不能全部都给母亲 但同时他也认为 他和母亲之间产生矛盾 并不全是因为房租 还有着更重要的原因 您知道 其实你知道这个问题 就是你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你妈妈也同样 可以抛出来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说呀 如果要没这两间房 你们一家人都不活了吗 不是这样的呀 所以说这个 现在的问题 不在这房钱上 在哪 他对我有意见 谁 我母亲 当然能听得出来 这不用说 对 等于我就什么都是错的 没有一点是正确的 您说妈妈对您有意见 这个意见导致了 她对你的全盘否定 为什么呀 我还真不知道 那你 我就想问问你 你觉得母亲以前对你还不错 然后突然就变了 然后这个原因你没有想过吗 没想过 我想也没用 现在她什么都全盘否定我 那我提醒您一下 就是刚才根据母亲的陈述 您因为母亲和您爱人之间有点矛盾 然后您就骂了母亲 然后把她赶出了家门 您说可能吗 是这样的 如果您说母亲 我们都是做子女的 我们也都有母亲 就说将心比心 如果妈妈和您不合了 不疼您了 那我就想您真诚地反省一下 反思一下 什么地方和母亲拉开了距离 对我还真不知道 我估计肯定有人挑错 您觉得不是自己的错 我没有什么错呀 他们说在我这儿 老太太走了之后 说我不养她了 我大哥是不是应该养 是不是也是她耳朵 为什么一到她养 她就跟我要生活费 在我养的时候 任何人没给我一分钱生活费 她连面都不知道 我打电话 叫她 理都不理 那您拿着房租呢 房租全给老太太 200块钱一个月 能买什么样 对您说 房租里面是有我的 就说您的概念当中 就说这房租 还不光是养妈妈的 养你 也得从这房租里出钱 我说那意思 你别跟我计较这房钱 我也没跟你计较过 如果你跟我要计较 咱就细算 我是这个意思 老太太给自己做完饭 吃完了就没屋就睡了 什么都不管 那么你给我们煮点面条 炒一个什么白菜 我都知足 家里有一个热油 就是回来向家 是吧 什么都不管 在小儿子的眼中 母亲对自己 有着很大的意见 所以才会处处为难自己 对于母亲所说的 自己辱骂他 这都是母亲刻意编造出来的 增加母亲 对小儿子有着很多的挑剔 而小儿子对母亲 更是有十分的不满 你这个首先你说的不对 你颠倒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事实 因为你小时候妈妈是爸爸是无条件 也要抚养你 当然不能算账 反过来现在人家老人家老了 没有生活来源等等 你作为儿女要赡养他们 也是无条件的 对 这是首先你说你没跟他算账 这是应该的本分 对对对对 然后再说老太太跟你算你的事 人家的财产或者说这房子当中 主要份额是人家的 是老太太的 老妈妈的 人家当然可以给你算账 当然有权利给你算账了 所以你不要把这两个事 混为一谈 不能说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就做什么都对 不管母亲有什么过错 我们目前来看 这个房产的利益 和他一生的过错都没有关系 我不跟他谈房产 房产我一分都不要都没关系 他从我懂事起 就没挣过一分钱 没上过一天班 就以玩牌为主 天天吃喝玩乐 我父亲活着的时候 指着我父亲 我父亲死的时候 指着这几个孩子 指着孩子可以这是应该的 那你就别到谁家 你就挑活了吧 到谁家说谁好 到谁家说谁不好 把我们家里挑的乱七八糟 就说家话不就 我有罪 我做母亲我有罪 不该生你们 养你们 增加小儿子言辞激烈地表示 从小到大 母亲对自己都是毫不关心 多年来 母亲都是只顾自己玩乐 毫不顾家 那么对母亲如此不满的她 面对母亲的诉求 又是什么想法呢 你不能不可能说你事实大了 你就做什么都对 那这跟今天母亲要来说了她的诉求 我可以满足她 那按我的生活的标准来 不能说她挣一万 她给一千 我挣八百我也给一千 这不可能吧 房产证可以给吗 给的没无所谓 货口本可以给吗 货本我得用 用的时候再拿走可以吗 随时可以呢 用的时候 我也得必须随时可以拿 租金 租金可以再商量 因为这里边还有费用问题 怎么商量 您告诉我租金怎么商量 怎么分 现在开始没改店了 没改店这钱谁掏 你光看见收入了 你没看见付出呢 修房的时候修过两次房 修过一次下水道 这个钱谁出 您把这些费用都从租金里面刨出去 这肯定的呀 这刨出去之后的剩余的租金 我现在没算过 因为我见不着他们 他们也不跟我理论 也不跟我沟通 那你今天可以算算吗 我不会算这数 房水的那个 修过 他跟我要的钱 他是他出的 跟我要了七百 那是他出的 七百花了六百五 那房东那住房那说 老太太在我这住的时候 我没挑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毛病 只不过就是被历里说的 你们家老太太不高兴 说谁谁不看他 老太太说不用告诉你 别去 你干嘛呀 全让我给压下来了 为什么呀 家何万人行 我在家那时候就起这个年和计的作用 等于现在我跟这个家里边这一乱 等于他们把这个家全都挑拨了 增加小儿子说 黄产症和户口本 只要母亲需要 他随时可以还给母亲 但是租金还需要好好计算 见此状况 我们将增加母亲和大儿子 再次请到第一现场 让他们面对面的商量 家里人坐台上了 这是大儿子 小儿子 家里面还有个女儿 大哥说可以代表 刚才呢 小儿子说了 针对于老妈妈的诉求 这个户口本能给 房产券能给 就是租金需要细算一下 租金我去问去了 当时租的是600 问的租户 就是刚租的时候 我就去问 问的本主 就是租房的 看见合同吗 我没看见合同 那你别胡说八道 你当一个就是外人 我去问他 你是外人 我说您这房子 什么时候租的 我说以前住不是您 他说的我们刚来 我说您这房子租多少钱 他刚说600 现在住口还是这个 咱们可以调查 您问的600 弟弟说300 以前租就是1000块钱三个月 以前的事你知道吗 我怎么知道 那是谁 是谁 我知道不知道 我就知道一个月和300多块钱 三个月1000块钱 三个月1000块钱 对 那是谁租的 谁租的我不知道 我就知道是一女的 那是你媳妇她弟弟给租的 一个月200 谁租一个月200 多少啊 你说多少钱 1500三个月 一个月200 那时候的房费 归老太子 对啊 那时候归我我不知道 不归我 得了呗 1500三个月 我也没拿 那钱是我拿的 人家说了 一个月和330块钱 三个月给一次 给1000块钱 但是租了一千两千 两千 后来涨了600了是吗 您问的 他们给租了以后 我无意当中 我每次有时候 我啊 他上哪里 听明白了 您去问了 我亲自问的 现在弟弟说了 家里面有什么天资的东西 还有什么没改变 还有什么 什么两次维修 是不是 对对对 两次维修 你问 谁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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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的 哪年 我哪年我不记 反正那叫什么防水 对啊 我拿了700块钱 你花了650 您说哪年 你给人家650 剩50你要 您说哪年的事 我拿了钱 你说哪年 能够哪年 修房没有 就完了吗 就修了一房 一回就完了 修房 那破房 那你租的 你租我就不管了 我要钱说 我得给人拿钱呢 我说的是 你收钱 我就不知道了 我说的是第二 那房钱 我说我就得花钱 这你收钱 收房钱 你就得花钱 刚做到一起 增加三口人 便开始争论起来 针对房租问题 三人各有各的说法 而对于小儿子控诉的 母亲对他毫不关心这件事 母亲十分委屈 儿子过来就骂我 骂你了 我跟你们说话 没在我一句当个人 你去小儿子家住 您这房子呢 我一房子 他得都住去了 那房钱他也不给我 我妈管他要付货本 要房产账 说让你哥哥上菜圆办 他不给我 他走了 他没住 你爹好聘 他就想把这房子 全赚回去 都快一人要了 我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就不接我电话 老妈妈 刚才您这小儿子说 您不关心他 他现在都离婚了 不关心怎么长这么大的 旁边你就活了 肩膀上长大的 我病多三十三 我三十五岁 我就脑膜出血 我能管吗 是回报 我三十五岁 我就脑膜出血 就病半身不随 都挖着大了 我十五岁的时候 全都是我一个人 我母亲瘫痪 做饭洗衣装 全都是我的事 能长大的一个一个的 你刚才说了 从哥哥肩膀上长大的 我怎么也没看到 你对哥哥有什么 这是我大哥自己说的 怎么了 我从他肩膀上长大 怎么长大 我不明白 他一说这事 就说 我从他肩膀上长大的 我从你肩膀上怎么长大的 你懂吗 自己说的 那不是你都不懂 我那俩还要等多饭 他不跟谁不这么说 小儿子觉得妈妈跟他小的时候不够亲近 所以现在想跟妈妈热乎热乎不起来 当然我们是一个想留孝道的民族 我们得说无论父母对你什么样 他给了你这条命 你就得孝顺他 但是实际上人际关系是这样 人际关系是一种投套暴力的关系 如果在孩子小的时候 他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 他认为你厚此活彼 那不是他有意的记仇 可能从情感上就是热乎不起来 等到你老了 你想要 你想要得到当初你没有付出的 他没有得到的那部分情感 那可能对他来说就是有些难度的 母亲说自己辛辛苦苦将孩子养大 如今儿子却对自己如此狠心 这让他十分伤心 增加三口人再次发生争吵 而对于房产证和租金的事 三人的意见仍未达成统一 阿姨 您到我们节目来您要干嘛 您有什么事 就是要房产证 来 小弟 你妈管你要房产证呢 没问题 没问题 户口本 户口本暂时不要了 先让他死了 他有用就先给他 你还要什么 那个 一万块钱 还有房钱 那一万块钱早给你了 别跟我提那一万块钱的事 他说给你了 你走的时候给你了 你忘了 咱们对对 跟谁对 我要那一万块钱 你要怎么着 我敢跟你提示 这一万块钱 咱先暂且搁置一下好不好 租金 租金 来 租金 小弟 租金算完了再说 我得问人家那个 那个住户 花了多少钱 回去我再把那条拿出来 人家那我开销 你跟妈妈针对这笔租金怎么分账 你有想法吗 没有 那个我就是那么一说 我先给他 所以都给他 行 那个房租 你是打算之后的房租 全部给老母亲 全部的 是吧 三百可不是六百 看合同 那让他们回去 先确认这个 先确认房租是多少 不管多少 都全部给老母亲 对不对 回去确认合同 再说房租 完了之后 把那个费用 刨出去之后 一分我都不差 全部给老母亲 曾家小儿子表示 会将房产证的证件 归还给母亲 而对于争议 颇多的租金问题 小儿子说 计算之后 会全部给母亲 自己不会再要 并且以后 依然会赡养母亲 该养老太太 养老太太 你说的养老太太 是怎么个养房 我在我的范围 就是生活范围之内 能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你告诉我们 能怎么样 就目前来说 我现在租房 如果说我要住地下室了 老太太愿意跟着我 我住地下室 她也住地下室 我要住平房 她也住平房 我要生活好了 住楼房 她也跟着我住楼房 我干嘛跟着你 你骂我我还跟你 她不跟着我 那不赖我了吧 你要不骂我呢 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你这两天怎么变成这样了 就是那一万块钱 现在早不明白 到底是 那都早给的了 好 那户口本 房产证 户口本先让她使 户口本你先使着 房产证什么时候给 随时都可以给的 我那没用 你带了吗 你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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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给行吗 可以随时到那儿拿开去 今天走的时候拿着也行 是不是啊 是不是小弟这个意思 我没意见 看着那么重 房钱呢 房钱说了 人家说了算明白了 都给您 把以前的给您之后 所有的房费都是您的 行 可以了吗 可以了 可以了 您能代表了 是吧 可以代表 好 给小弟可以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好 感谢各位专家 今天调解成功 经过调解嘉宾的共同努力 最终增加三口人 终于达成一致 增加小儿子 将房产证还给母亲 户口本 则谁需要时 就随时可以取拿 房子的租金 小儿子在计算过总数之后 会全部给母亲 至此 增加的矛盾 终于得到解决 都说家人是亲密的 然而亲情 也是敏感的 日常生活中的争执 很容易让家人之间 产生矛盾和隔阂 在此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 在处理家庭矛盾的时候 都能怀有一颗宽容的心 也祝愿增加母子 能够冰释前嫌 家庭美满